这个大姐带我们了解一下梨 好嘞 了解一下梨的品种 这个是我们的黄金翠梨 这个是梅套袋的黄梨 梅套袋的他们这边的黄梨 就是黄花梨 屁股是不一样的 它有这样子的 也有这样子的 但它也会涂出来的 这个也会涂出来的 涂一点点 对我们这种是像一个苹果 它就像是拱的了是不是 这个朋友们说弓的抹的了 我们的梨是这种梨 不对的 那个抹的窝进去的 它这个颜色 它熟了也是跟这个一样那么黄吗 没有那么黄 没有那么黄 它这个是三号梨 三号梨 它跟这个长得 也有一点点突出 也是窝进去的 但是它没有那么黄 这是三号梨 然后这个是黄梨 就是黄花梨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黄金碎罐 你看嘛 屁股不一样 我们这个有点像苹果 对 苹果的屁股 但是它也不是苹果梨 对 就有的朋友以为是苹果梨 它不是的 你看嘛 就不一样的 从颜色 这个是没套袋的 它这个套袋的就是跟这个是一样的 颜色一样的 形状不一样 对 就是看 看怎么分辨 对 哈哈哈 公里公里 这个三号的要到什么时候 收 然后你吃最晚就去吃了 最晚的 这个泡椒啊 这个是七彩泡椒 泡的比较久了嘛 这油过了吧 啊 我们还卖这个泡椒呢 泡椒油插过 这个是怎么煮啊 用什么东西 什么豆 什么豆 绿豆 酸茶叶 生姜 西红柿生姜 那绿豆 这样煮得很久啊 是吧 哦 它这个 好像不一样哦 真的是 怪羊油茶 是正宗的吗 是正宗的 正宗的怪羊油茶 还放 一彩泡椒的 泡椒油茶是不是 啊 跟平乐的不一样哦 我喝过平乐的 没喝过怪羊的 我也没吃过有泡椒的 我们这里就找泡椒 要不找那个叉辣椒 好香 那等下的会不会很辣 好香 你不吃就不辣了 这就是灌羊油茶了 大姐给我们做 辛苦了 辛苦了 让我们尝一下地道的灌羊味道 放丝瓜 再重新做一锅是吧 嗯 这个要终吗 要用这个来终茶叶吗 嗯 好 锤了 就这样锤啊 嗯 已经锤了是吧 锤了 锤了 比我们平乐那些做的好吃 还有这个七材泡椒哦 这是他们自己泡了 泡了好入味了 这那些泡好入味哦 这里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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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里的清淡一点 没有评论那个那么浓的一个姜味 姜味 我觉得这边好吃 我们那边的不怎么好吃 我不喜欢吃我们那边的 还中的吗 那个茶碗又中的 你都可以 这就像是一个 米粉的汤底 啊 清汤 嗯 看我 什么事 这就是 这就是 这个面子